神仙豆腐的叶子 可以做豆腐的 这个叶子还挺大的 新鲜叶 这种就是新鲜叶 可以做 那个新鲜豆腐的 就是这种叶子 现在扎一点 回去做豆腐 看 这些就是扎回来的 新鲜叶子 现在拿它来做豆腐 先把它的叶子摘下来 好了 这叶子全部摘下来了 接下来就把它洗干净 接下来就把这些洗干净的 新鲜叶子把它捣碎 把它捣碎 加一点水 边加水边捣碎 差不多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过滤 开始过滤 开始过滤 来 take a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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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 来 来 来 去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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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下来烧点草木菲 这就是刚才 烧好的草木菲 里面加了水 把这些加了水的草木菲 过滤 接下来就在里面加入 这些草木菲过滤后的水 好了 等到冷却了 那个豆腐就出来了 好了 神仙豆腐就已经做好了 看这个神仙豆腐就做好了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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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